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行 医保费用持续攀升 农村地区出现断脚潮 继湖南省被曝光强制村民缴纳医保后 山西省地方政府也被爆出 以各种胁迫手段强制村民缴纳保费 引发关注 恒大破产清算事件中 蒙受损失的数百名投资者 25号起在深圳发起持续三天的抗议 要求检调跟法院 提供恒大调查的最新进展 有数据显示 中国第三季度的抗议活动创历史新高 其中对经济感到不满的案例 超过四分之三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戴庆 与他的妻子翟维 被实名举报诈骗约20多人 进而达人民币10多亿元 举报人称 之前曾报案警方不予立案 向相关纪委举报 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引发网络热议 今年以来 中国校园内猝死案平发 广东省湛江市伯雅学校 间接传出一名国中女学生猝死 因为医护士离世发地点较远 没能及时施救 这是该校今年第二起 学生猝死事件 引起社会担忧 其他人家的电视 正经报导